做任何起飛動作之前 有個步驟非常重要 起飛前 再確認一次 模式有沒有打開 因為有時候我們要變成 要切support模式的時候 我們在緊張的時候切MA動作 模式沒有打開 這個其實都是起飛前要做的準備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動作 高級設置裡面一定要點選 傳感機狀態 看一下這些加速度一起 有沒有問題像這個就比較大 不建議你現在起飛 你要把它校準到跟這邊一樣小小的 這樣才安全 還有再看一下指南針 這個位置是比較有影響 通常我們會把機體移動一下 移到前方 如果還是一樣的話 那基本上我們就會再去做一次 男生效準 就從那邊按一下 點選一下 然後按開始 這時候他就告訴你 機體要拿到這樣 旋轉 其實可以看這個燈好 變這個燈好 轉到一個位置它變綠了 其實我們不用看圖形 就可以直接看這個就好 接下來再這樣選擇 做完了以後等個滅掉 男生就剩兩個綠綠小小點 幾乎沒有了 這樣才可以做起飛的動作 我們還是在點環看一下 如果不行 我們就還是做一下校準 這邊會比較平面的頂 把這樣收起來 我們就按校準看看 這時候你要看到完全靜止的 你看我們稍微移動一下機子就不見了 這個很重要 不要在那個震動的地方校準 這時候按一下校準 開始 跟這樣一樣 這是第二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我們就是給他擺成這樣子 要完全跟著他一樣的動作 好第三個步驟擺成這樣子 總共 會有五個步驟 然後接下來對沒錯 他就是要立起來 然後再躺著 沒錯他就是要這樣躺著 對 這個就是再來就是 第五個步驟完就OK了 好這時候我們要記得 要重新啟動 很多人就直接飛了 那很慘的一件事 會亂掉 你看雲台會翻掉 記得一定要重新開機 只要做完IMU校準 一定要重新開機 然後記得 現在這個數據是不準的 我們一定要跳出來 跳出來 跳出來重新連結 好連結完了以後 等到雲台 抓穩變平 好出現這個 這個 出現這個的話 GPS一定超過10顆以上 現在是16顆15顆 好這時候我們 這是GPS的狀態 一定要出現這個 出現這個反光點刷新 就代表有10顆 10顆以上才會出現這個 這是一定相對的 好這樣我們再點回去 飛機的機體設定裡面的高級設置 點進去裡面的穿感器狀態 各位看是不是小小點 這樣飛機才是可以正確的起飛 好以上這個是 起飛前最重要的確認 一定要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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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